一个为民起兵的英雄市长是如何成为令人不齿的井底之蛙的? 公元23年,王莽的新潮刚刚关门歇业不久, 中华大帝突然冒出无数个大汉将军自称要匡扶汉士, 此时作为成都市五星好市长的公孙树, 一直默默祈祷周边不要有这些冒牌将军的出现, 好好在家耕田不香吗? 你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就来投奔我, 我治理下的成都那是路不时宜, 也不庇护, 结果怕啥来啥, 就在东北方向的南洋冒出一个叫宗城的家伙, 他纠集数万人自称虎牙将军, 然后杀入成都北面的汉中搞得鸡犬不宁, 还杀掉了汉中市长, 而且似乎还有南下成都的计划, 这可把我们的公孙市长吓蒙了, 自己之前的工作经验就是开开会批批条子, 可没带兵打仗的任务啊, 只好天天跟老婆面前哭, 祈祷他们可千万别南下, 然而他老婆又不是神仙上乡也没用, 不久后离成都只有五十公里的广汉出世了, 一个叫王岑的超市老板同样纠集了上万人, 自称定汉将军响应宗城的起义, 大哥你快来吧, 我在四川等你, 好家伙公孙市长都哭傻了, 群众中有坏人呐, 非得把冒牌将军吸引过来, 在这个危机时刻, 我们的公孙市长毕竟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他吸取了汉中市长的教训, 哎, 主动派人上门去请宗城和王岑到四川来, 到成都来, 只要我们不抵抗, 你要什么我们给你什么, 那你还有什么理由祸祸祸我们呢? 可想象很美满, 现实啪啪啪打脸, 这群冒牌将军来到四川后那是走到哪祸害道呢? 向老百姓粮食烧老百姓房, 漂亮的姑娘都被带走, 你问我要理由, 我的四十米大砍刀可不会说话, 由于公孙市长请人有功, 他家里倒是十分安全, 可当他在城楼上看到满地窗衣 和坐在马路牙子上哭泣的孩子, 开始狂抽自己耳光, 懊悔和愤恨如两股洪流般冲入了他的体内, 顺道打通了他的人都二脉, 他五星好市长, 觉醒了, 他悄悄召集了本地的豪族, 然后跟大家说, 我错了, 我真逼错了, 我一开始就不该请他们来, 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汉朝将军, 只是一群恶贼, 搞得百姓家破人亡, 我现在要为民起兵把他们赶走, 恢复社会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你们愿意跟我干的留下, 怕死的马上走我不拦着, 在场的人哪个家里不遭他们祸害, 早就想反抗可机无力, 现在见声明远播的五星好市长要带头, 个个都磕头如拜年, 悄悄齐声喊着市长为民, 赶走恶贼, 既然气氛已经到这了, 只见公孙市长一个眼色, 只见一队穿着往日汉朝威仪官服的使臣走了进来, 向众人宣读汉朝中央的最新决定, 任命公孙术为四川省省长, 你才是正儿八经的汉朝将军, 然后拿出了萝卜章交给公孙市长, 叫他好好匡扶汉市, 拜拜, 这一通操作下来现场哪个不服, 个个都改称公孙术为将军, 然后回家把儿子孙子和家丁都叫上, 这支豪族武装瞬间就聚齐了数千人, 然后开始攻击宗城的数万大军, 几千打几万你紧张吗? 哎, 这些恶贼早已把体力耗费在祸祸老百姓身上, 再要拿起刀打仗那连林黛玉都不如, 几万人逃得逃投降的投降, 公孙术很快就平定了成都以及整个四川, 为了防范再有人冲进四川作乱, 他还派人堵住了秦岭的各个关口, 摆出一副带老百姓过好小日子的态度, 在公孙术的治理下, 经过一两年的发展四川又恢复了一片繁荣, 农业生产连年增产稻谷堆满仓库, 服装业一军突起, 几乎称霸整个国内市场, 更有食盐业、矿业、运输业快速发展, 各行各业无不在四川欣欣向荣, 老百姓的日子似乎更好了, 这时就有闲人去劝公孙术, 老公啊你小子干得不错, 要不在四川当个土皇帝试试, 公孙术表示强烈反对, 并说我一直在等一个人, 等一个天命所归的人, 而我并不是这个人, 因为我不姓刘, 我姓公孙, 请叫我老公孙, 别叫我老公我肉麻, 闲人就回答他说, 都啥年代了还讲什么迷信天命所归, 这乱世当皇帝就是凭能力竞争上岗, 你这能力够了, 百姓们都同意, 公孙术仍旧不同意, 一直到他做了一个梦, 梦里有人对他说, 你做皇帝没问题, 只是有时间期限, 公孙术笑着回答说, 肯定有期限啊, 我不得闭眼啊, 那人又说, 这个时间是十二的背数, 公孙术又问, 是十二天, 问完那人已不见, 梦醒后, 公孙术把梦境讲给了老婆听, 问老婆是什么意见, 他老婆说, 别说特么说十二天, 就一天我也爽够了, 公元二十五年四月, 五星好市长公孙术在成都称帝, 这成为了他命运直转极下的关键节点。